永定陵,位于巩益市支田镇,菜庄村北一公里 是北宋第三位皇帝赵恒的陵墓 也是北宋皇陵中唯一被圈起来收门票的皇陵 门票是20块 一会儿我们买门票进去看一下 这是周围的环境 好,现在已经进来了 这个就是永定陵的神道 神道两边的话都是十项生 这边的话是背阳的 这边的话是朝阳的 我就在太阳底下 为了录得更清楚 在太阳底下给大家讲解一下 就讲这边了 两边相对的 从这边开始 最先的是望柱 可以看这望柱的造型 这个望柱的话 有一定的男权崇拜色彩 也叫青天柱 对面跟那都是一样的 我们只讲一面 紧接着是 迅象人和大象 这大象一看 身材非常大 另外河南现在已经不产象了 这个迅象人的形象一看就是 帆帮 从外国来的 你看他卷发 也就是这个熏象人带着这个大象过来的 他从外国进攻的使臣 进攻的大象 这个是锐琴 锐琴的形象每个都不太一样 这个的话 是一个马的形状 但是 马的形状 但是他的脚 是动物的爪子 是一种 飞禽的种爪子吧 上面的话 带有翅膀 还有 跟孔雀一样 上面的 开瓶的那种瓶 他属于锐琴 锐琴 这个是上古的神兽 传说中的鲁端 鼻子是勾着的 这有两对 迅象人 有两对 那个空马官 还有狮马 对面和这也是一样的 他们戴的帽子都是宋式的 就是宋朝是什么样的 这也是什么样的 这个空马官破坏比较严重 头掉了一半 另外下面 看出来应该是后来补上的 红砖 两个石虎 两个跪着的狮羊 是两对 对面也是 这两个一看 就像外国人 他们是 藩石 也是进宝关 也就是 拿着宝贝进贡的 手里拿的都是宝贝 看这个大落塞胡子 这个拿的 宝瓶 这也是一个方式 包的应该是瓷器一类的吧 他们都是来进贡的 你看他们的脚 都非常小 不符合厂里的 宋朝的时候 女人开始裹小脚了 也不知道 这实验生体现出来的男人 当时也裹脚了 然后这也是五官 两个 两对 对面也是 拿着宝剑 手扶着的 非常有威严 这个头非常高啊 我站到这的话 基本上不到一半 这一个的话 我估计在三四米左右 这拿护板的这两位 是文官 在宋朝 以文治国 文人 比文人更受待见 所以国力逐渐的 极平极壮 跟这个有关系 他们拿的护板 你看就是文官 紧接着是两个镇岭的诗诗 其实不是两个啊 这应该是南神门 也就是说在当时 是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 四个神门 每个神门前面 都有两个诗诗 这是其中两个 这个诗诗 比永后灵的看着 要威风太多了 对面也是一样啊 而手里面 拿斧头的这个 是镇岭将军 他们跟常规的武器 都不一样 就是谁要是来 盗墓的话 一锤子下去 直接把他给砸死 这两位的话 是工人 工人你们自己猜 皇帝身边的 你们说啥就是啥 这个神道就走完了 最开始 宋朝的时候 前面是有 雀台和乳台的 现在全部毁完了 没有 就是地面建筑的话 就存这些事想上 宋真宗 宋真宗 赵恒在位是二十多年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有作为的 当时国力也比较强盛 这还有两位师兄 就是工人 这前面 这前面就是 宋真宗 赵宏的 灵台了 灵台之下是地宫 宋真宗这个地宫 是没有被发掘过的 没有被发掘 并没有代表 没有被盗掘过 最起码 在当时 北宋 灭亡以后 尾七政权和金 就已经全部盗了一边 后来还有地方的盗墓贼 再加上蒙古 基本上这下面 不会有什么东西 这是民国三十年底的墓碑 永定陵的话就到这里 我认识 绝分 那么 大家 在家里 在家里 我认识 我认识 你们 我认识